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 前自介绍现场来宾 首先是评论员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评论员罗有志 前置好 大家午安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还要透过视讯连线 就是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正在泡茶的龙介仙 你站立刻了吗 站立刻了 刚刚龙介仙告诉我们说 他要去泡茶 然后泡是这个 三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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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 这地泡好了吗 是不是泡好了 泡好了 好 观众朋友 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来检视 这个是要进入我们正题 我们要很严肃震惊的 来检视 这个老牌的国营事业台铁 到底为什么 最近是负面新闻不断 那更早之前是杀人 怎么杀人 整辆这个列车 这个出轨 这个很多家庭破碎了 为什么 台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曾经作为台铁改革小组 召集人的蔡英文总统 她夸口说改革是她的强项 我的强项 可是拥有最大权力的蔡总统 这些年来又为台铁改革了什么 我们真的看没有 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负面的新闻 昨天是台铁花了253亿采购的 所谓最美驱奸车 落开 它漏水了 这个是从南韩采购来的 今天又有负面新闻了 这是苹果独家爆料的 后来我们TVBS新闻网 也来去查证了 也来转载了 就是有一名主管 被她的属下给检举了 她其实虽然是从总部 台北总部派去东部办公室上班的人 可是她人其实应该是住在花莲 在东部 每一个月报出差20天 观众朋友 那几乎天天都在报出差 都在报加班了 因为一个月扣掉你的立休 还有所谓的应该休假期间 大概都上20天21天22天左右 几乎每天她都报出差 每一个月平均就领了8000元的拆旅费 那有些基层的台铁员工就爆料 就在complain说 我基层员工我真正在出差 可是因为拆旅费不足 都被这些高官高层给领完了 所以真正要出差的人 只能领不到钱或者是对半砍 所以这个就是把她爆料出来 这个主管 一个月爽领8000 100天领了近5万元 可是今天台铁的回应是说 这个一切合法 一切合法 没有什么违规的问题 只是你的这个出差差旅费的制度 是不是有问题呢 是不是有些人 很苦 那你的人事支出不断的增加 是增加给了谁呢 这只是其中一个冰山一角 另外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幕 真的非常令人觉得惊心动魄 可能导播也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通勤族 手这个抓着吊环的时候 怎么搞的 头上凉凉的 原来它的出风口开始在漏水了 那个水就像小瀑布一般 一般的一直往你的头上这样滴下来 滴到满个车厢 整个车厢都是积水 怎么搞的 这个车不是老车厢 它是才上路半年 4月1号我们的蔡总统 才率领文武百官 去来帮他背书 说这这个是有史以来最美车厢 结果半年不到就漏水了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漏水 其实10月份上个月 他就有车厢积水的事情发生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拍下来 没有人上传到网络上 大家都不知道 那现在是因为昨天有通勤族 真的把他拍下来 上传出来了 大家才知道原来 我们花了253亿买回来的东西 很烂吗 很傲购吗 跟谁买的 我们来看看 买的 我们买来的这个车厢 是从南韩 这个南韩的韩商 这一家公司 过去曾经是黑名单 怎么后来摇身一变 或者是他怎么样抢标 可以拿到我们的标案 细说从头 很快的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994年 这一家所谓的这个 这个现代乐铁这家公司 它的前身叫现代金工 他那个时候就标走了 我们台铁的PP自强号标案 可是因为很烂 故障 然后维修人员后来也撤走了 于是台铁还跟他提告 求偿17亿 结果你看到1999年 他重组 那1999年的这个年底 被台铁列为黑名单 说以后台铁采购的车厢 都不准从现代乐铁来买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斑斑劣迹太多了 2005年当时陈水扁执政 6月份 他的部长叫林林三 交通部长 他还下令 说你们不能跟不转这个韩商 来参与台铁的标案 因为他过去实在 有很多不佳 不好的记录 可是2015年年底 马政府那个时候 因为要大量的 做一些通勤列车 他提出了160辆 360辆的通勤电车采购案 可是这个案子太小了 所以国际有很多的 这个标商 或者是这个车厢的制造商 他就没有来竞标了 所以大家就一直把它这个集结集结集结 集结到2016年 蔡总统就职之后 暂停招标 并变更采购规范 那我们来看看 到了2017年10月 就开始重新公告 并且对外公开招标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电连车车厢 第一次开标 留标了 因为只有这一家 现代乐铁来投标 到了2018年 那台铁跟现代金工 也就是这个 这个现代乐铁的前身 和解了 第二次开标 也很诡异 唯一来投标的 就是所谓的现代乐铁 就是有很多不好记录的现代乐铁 结果呢 最后由他得标了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所谓最美区间车 我们一共跟他买了几辆车呢 520辆车 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得标的价格 因为他是最便宜的嘛 所以我们就跟他签约了 可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车厢的一个公司 叫做这个台湾车体公司 他的董事长叫做蔡黄郎 他是民进党籍的 他有点出了一点 他说台铁很多月台 都是从8辆列车设置 改为10辆一列 月台要修改 不懂台铁为何要改规范 因为台铁改了规范嘛 所以这个乐铁公司 就韩国的乐铁公司 才能得标 顺利得标完成 所以他认为你有帮 可能有涉嫌 去修改这个标案内容的关系 那另外呢 这一家所谓的乐铁 现代乐铁 过去不只是台湾 跟他可能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列职品 所以跟他打官司 或者是提告 包括加州 美国的加州 洛杉矶也跟他提过告诉 还有印度的德里捷运公司 也跟他的这个提出一些官司 还有大邱氏政府也一样 所以看起来 这一家公司很有问题 他卖给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快就坏掉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我就想起了 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 动不动就问说 请问实安汇报开了没 治安汇报开了没 台铁检讨报告做了没 结果全部没做 对不对 你上面不在乎 下面就开始胡乱来 这我终于也懂了 为什么8800亿前瞻预算 光轨道建设占了一半 所有东西 大家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了 再加上我们今天也把民进党 那个时候蔡黄狼 大家记得这个事件 那时候在网路上烧很久 可是都没有人去理他的话 现在慢慢的抽丝剥茧 苹果独家TVBS转载 我想这个新闻 如果继续往下追的话 会有很多臭不可闻的事情出来 这句话 这个事情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 台铁漏水 台湾漏气 很多人我今天有看新闻的 网友在下面说不过一个台铁车厢漏水而已 把他搞这么大 对不起 这是台湾漏气 我们为什么会让一个现代热铁 斑斑劣机的会进来 大家知道 世界上这些轨道建设要进来台湾 很多都必须要跟台湾的 比如说顾问公司 必须要合体 印度也有 世界各国都有 进入的时候你一定要合体 问题就出现这些合体的这些 在地的这些人 到底在搞什么 这些东西一定要追出来 你自己看 前子 253亿最美区间车漏水 我最在意的就是最美区间车 这五个字 为什么 当初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有什么时候跑过新闻 特别为一个标案 最美 超棒 超好 你到底要粉饰太平什么 而且蔡总统也亲自出席了 包括前交通部长林扎龙 你看那个照片 还有苏贞昌也出来了 一字排开 难道你不晓得前面的这些 刚刚前子从1994年整理到后面 2018年的 所有东西 你所有交通官员 而且还是你自己的人 你都不知道 对 003曾经下令说 不准这个韩商参与台铁的标案 可见003那个时候 知道 已经有sense到一些事情了 一定有人跟部长说 这间有问题 对 有什么又做下去 问题就出在一个 当初这些合体的台湾的这些人 到底是谁 有没有人要揪出来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再来 最重要的是左下角这个漏水的问题 对 请问一下 最美区间车 你要把它下这个标题之前 你有没有做一个动作 全世界都要做的叫验收 你验收的过程里面 谁打勾 你有没有在所有的轨道 器材 器具ATR 什么全部打勾 包括你所谓的冷铃系统 空调机蒸发冷铃系统 你有没有打勾 这一定都经过50次 30次的测试 你还打勾 你还过 最后然后毒水冷铃水排水漏出来 然后大家说这个叫最美区间车 你都验了 你当初标了也验了 然后最后下了一个标题叫最美区间车 然后现在出事了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要4200亿的轨道建设 我们一起来买单 而且有网友就酷手说 的确它是最美区间车 为什么 因为你在车厢里面 坐一坐还有瀑布留下来 就是在车厢里面 还有瀑布小桥流水这样 真的是看起来蛮心酸的 我们要问一下龙界仙 昨天台铁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漏水 它说是空调机蒸发器 挤水盘的排水孔堵塞 所以能领水无法排出 非常诡异的一个理由 因为这一列车厢 有十个车厢 一列车有十个车厢 只有第六节漏水 难道是这个其他车厢 都没有开冷气吗 不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这种系统 它是整个连结的 尤其是这种国际标准的公司 今天好感觉 今天是漏水 漏水就会漏水 今天漏水就会漏水 今天漏水就会漏水 那刚刚有次提到一个重点 透过什么顾问公司 这人说社罕淘班部 大罕淘班部 这就过去跟专家 尤其是全世界的标案里面 可以说是欧名交将的一个公司 它是透过什么样的重心包装 还在再多进入台湾 这个柴港的系统里面 就是有特定的产官学里面 三个 冠风 六个 这是整条很恶妙的 这不是刘柴方人在背什么 我跟你说 你也是要这个这柴 但是派系当中的斗争 当时八千多亿的前瞻 我就早就说过了 那对新 对派的里面 对关头的百合 台南市拿到的 我就跟黄伟泽咨询的时候 我说这东西 早就百合 你起来 你有要去做突破吗 因为 白白一户买到的东西 是怎么我们要两户去买 两户买到的东西 是怎么会更流水 这中间如果没有人在卡不住 没有人跟暗黑 没有人在带他所通 他是凭什么要抵标 这种公司要抵标 我们台湾人有说这句话 关门就要找 门密就要看 你是怎么检手的 这检手是在 本来倒标規範里面就有了 后来你说八台车到十台车 要去改月台 要需要改月台 不需要改月台 八台车的系统到十台车的系统 没那么複雜 也不是因为这样 今天这个车就会出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就是 不管什么这种 不管藍绿执政 我跟你讲 他们都是很高竿的 他们是从系统性的 就从在写规范的时候 然后透过顾问公司 再来进入到你整个投标体系 所以这件事情 要查清楚 查不清楚 就看我们人民给不给力 我们不追 就没有人去追了 是 龙介兄讲的很这个重点 这个除了信管大白话 一直在追这件事情之外 我看不到其他媒体 有在追查这件事情 大家好像觉得是一个小事 就露个水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龙介兄 为什么 两次台铁开这个标案 两次都只有现代乐铁来投标 其他人是觉得钱太少不想来投吗 还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 一般来行的 像我有在做这种 我被排除掉了以外 比如说有中资老上 其他的公司 当我读到这种内容 招标规范 我就知道这人百好的 而且在产业界很多就说 那条不用入去那条送的 那条送的 如果我会自己照顾 我跟讲 这个工程界跟这种 像我们这种小咖 人家在搞什么下水道搞什么 什么太阳能都会来找我们说 你要不要做什么部分 我不好意思这边吃菜 不用来找我 你们好好做 我好好给你们看 但是说实在你现在 如果不是相当专业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抓包 包括很多 像我去检局 我就跟检察官讲 我就 譬如说找到工程 我就希望检察官 你的检察官应该找个台大土木的 这种背景的 然后像这种电机的 我就说检察官 如果有这种背景的 那起码 你这个招标规范 你要看得懂啊 不然你案子怎么办得下去呢 所以你要看得懂 你才知道美角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拆穿他们的西洋镜 可是问题现在 现在就是没有人去拆 甚至没有人 试着去拆穿他的西洋镜 或者是里面 到底水有多深 8800亿的前瞻预算 总共一半 有一半是用来做这个 所谓的轨道建设 这里面的钱 不得了 不得了 就是因为这个钱好A 刚前子说 我们这个车厢已经变成 台湾的一个奇迹 搞不好是最美的火车 可是我必须讲 车厢里头漏水不是开玩笑 那里头很多机电设备 电线在里头 那有可能会电死人的 那绝对不是开玩笑 怎么会有人认为这种东西是 可以轻松带过 然后我看其他家媒体也不去追 那我就觉得他这个时间 也满刚好的 太鲁阁事件4月2号发生 那他说这个主管派驻半年 那他是不是就专门去处理 太鲁阁事件后面的事情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双领除差费的主管 那当然他可以说 现在一切都合法 可是我要提醒台铁 一个基本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个长期亏损的单位 人家一般民间公司 对每一个人都资助比较 如果你要长期派驻的话 也是应该要另外的续新方式 譬如说补贴他的房租 对 类似这种方式 去补贴他 或者直接让他在那边长住 就直接把他职务 调任在那个地方了 那你用不断的去 用出差费的方式 出差费一般序价 是比我们的十薪高的 那你不是 你本来就在亏损 你还一直在亏损 你是特意要徒利他 还是因为这个人实在太优秀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这个人如果是去处理 太鲁阁后续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个人为什么每天待在办公室 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他应该忙得不得到处去跑 怎么会每天待在办公室 这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 那你不要告诉我说什么 空调机蒸发器 集水盘 说真的 以前台铁很多那种 冬空车都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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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是啊 那为什么你这个号称先进的 会出这种事 是不是一开始根本就设计不良 所以你验收的人 自己本身有没有相关的姿势 还是你收了好处 所以随便 所以这个都是要去彻查 台铁 我跟你讲 这不能再让台铁来查 一定要外面的第三方单位 来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 事故调查委员会 来去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实际上他给这个 现代金工这个事情 已经吵了非常多年 你看从1994年到现在 1994 对 那我觉得台铁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喜欢找钱科犯 找钱科 太鲁阁事件那个李逸祥就是钱科犯 对耶 是 他已经好几次了 他妨碍采购法 然后卫照文书一大堆 都是在跟公家合作的时候出了事 然后你们还要找他 那现代金工拜托 租都知道的 这个家伙欠你跟他求偿17亿 然后他东西弄到一半年 维修员的厕所就是不甩你了 这种恶劣厂商 我跟妳讲 根本不需要什么003的 正常人都知道不应该再跟他合作 是啊 因为1999年 他就被列为黑名单过了 所以他现在虽然公司改组 变成什么现代乐铁什么的 他还是那一家公司 台湾不是一大堆建设公司 什么的 这个案子弄糟了 我改个名继续 继续来做 台湾自己有这么多事情 这种东西你会看不出来吗 所以一开始这一家公司 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得标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达成和解 他达成和解的时候 然后就让他独家得标 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你们当初妥协的条件 2018年的3月台铁跟现代金工和解 结果同年第二次开标 唯一投标的就是现代乐铁 他的前身就是叫做金工 你看结果直进资格审查及评选 这么巧 中间太有猫腻了 百民你为他量身打造了 所以第一个 这是不是你跟他和解的条件 还是你们有什么人受到好处 跟现代金工谈妥了 我就一直一直给你赔偿金 把一点钱都算 但你不要按钥匙给我 是不是到最后反而变成过来这样 表面上好像台铁帮国家争取权益 实际上根本不是 全部都是有人要中保私囊 才会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动作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都认证 非常不可靠的一个厂商 结果你还是要跟他合作 更奇怪的就是台车 你特别找了这个协任立委蔡皇郎去 蔡皇郎去那边 本来也是想要大转拳脚 结果他去之后 国家案子都不给他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要他去干嘛 那奇怪你连民间的高端 政府还没有投资 你护航高端护城这样的 把我们的命都不要了 结果政府投资了台车 你反而不闻不问 请问一下你民进党到底在干什么 是不是因为你没钱赚 所以就不管 所以我们公开呼吁 检调单位 或是其他公正的单位 应该要深入再调查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